各位學弟妹大家好 那我們就直接準時開始吧 那我們今天要上的就是演科的國考復習 但是其實我們看一下就是歷年來演科的部分 大概都只有占了8題左右 其實不是很多啦 投資報酬率不是那麼高 所以其實大家只要記得一些比較重點的 就是比較簡單的題目不要錯掉 這樣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遇到一些比較少見的 或是偶爾才出現那一兩題的 其實就答案記起來 我想重複初期的機會也不是那麼高啦 那也不用特別為了那一兩題去 特別要去念很多 像投資報酬率不是那麼高 所以就是首先我們就先開始講一下 視網膜的部分 Regina的部分 那首先第一題 下列關於視網膜分支靜脈阻塞 就是我們所謂的BRVO的敘述 哪些是正確的 那一般我們如果遇到這種題目 當然第一個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用刪去法 把你確定不是的答案刪掉 這樣是比較快的一個方式 首先A號發育年輕女性 大家就可以回想一下BRVO 眼睛去阻塞 有說女生比較多嗎 好像也不會 而且又是年輕女生 應該機率也不是那麼高啦 那所以這個應該是錯的 那B呢 通常是漸進性的發作 不會引起視野缺損 不過這個仔細思考一下 也可以想說這個應該也是錯的啦 因為分支阻塞 血管去阻塞通常是突然間去塞住的嘛 所以通常不會是漸進性而是突發性的 好那再來看D collateral不會發生 這個也可以想一下 譬如說我們這個靜脈阻塞通常就是缺血 那我們身體的機制如果缺血的話 它就會產生一些VEGF 所以刺激缺血的地方刺激一個血管新生 所以理論上測試循環應該也是會產生啦 所以應該C就是對的 那C呢 就是說慢性的黃斑部水腫可以用雷射治療 好這是對的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BRVO啦 那BRVO呢 它通常是發生在這個 Arterial Venus的Crossing 通常它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血管 因為譬如說高血壓啊 膽固層過高啊等等一些狀況 造成Arterosclerosis 然後那Arterie變得比較硬 它就去相對上去壓到Retinal vein 然後造成一些Turbulent的Blood Floor 跟Endocidium Damage 然後導致這個Srombosis 然後Van的Obstruction 那它通常呢 最常發生的話 就在我們Temporal Upper 或是稱作這個Superior Temporal的Quadron 這個大概就稍微記一下 那通常呢發生在6到80歲 所以剛剛那個年輕女性當然是錯的啦 60歲到80歲左右 然後呢 它通常是一個Srombosis 因為只要想一下 它就是Srombosis 所以當然應該是Srombosis 那另外它可能會造成一些缺氧 缺氧它就會造成一個血管新生 血管新生 因為新生的血管都是一些不正常的血管 所以它就可能會Leakage 然後造成一個Maklar的這個Edema 那如果Maklar的Edema呢 它可能就會出現一些Metamorphosis 就是東西會變形的一些狀況 甚至會出現相對的這個Visual Field的Defeat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說它塞的地方是比較Peripheral的位置 Peripheral的位置的話 那通常可能一開始不會明顯的有影響到它的Visual Function 那這個就是典型的這個BRVO的一個表現 出現這種Fland-shaped的這個Hemorrhage 就是一片像火焰狀的 然後血管也是會比較Tortuous 所以說它的Sign 這個大家就稍微記一下 它會出現一些比較Dilected Tortuous的Vis 然後會出現這個典型的這種Fland-shaped的Hemorrhage 那另外呢 也可能出現一些DOT 點狀的一些出血 那視網膜也可能Ratina會水腫 甚至出現一些Cuttlewall spot 那另外呢 因為它剛剛我們講到 它就是Arterial Sclerosis 那Visual可能會虛形 那因為去阻塞處之後就會缺氧 缺氧就會產生一些測肢循環 那測肢循環這些新增的血管 都是一些比較不正常的一些血管 所以它可能就會有一些腎出物 HR等等 那Makua的地方也可能會有一些RPE的 這個色素細胞的一些Change 那有最常見的兩個會影響到它視力 對視力影響最大的這個Complication 大概就是這個 Chronic的Makuraedema 跟這個新生的血管 好那再來看第二題 顏底檢查的時候發現 視網膜呈現白色 而黃斑部轉變為這個Cherry Red 在櫻桃紅色的這時 可以診斷是什麼疾病 那這個大概也是要稍微記一下 就是如果出現Cherry Red 就是一個C-R-A-O的一個典型的表現 也就是視網膜中心動脈阻塞 那這個呢就可以看到這個就是典型的C-R-A-O的一個表現 旁邊這個Makua的邊邊的這些Rating 變得比較白 然後正中心點可以看起來很紅的一點 非常明顯 就稱作這個Cherry Red 那所謂的C-R-A-O呢 也可以也有人把它俗稱叫做眼中風 那它主要就是這個Central Retinal Artery的這個Acclusion 那通常呢是單側 突然發現 而且是不會沉動的Visual Loss 而且視力可能會一下子變得很差 只剩下ND就是看到手指 或是只剩下光感 那通常如果出現這個C-R-A-O 有時候視力恢復都不是那麼好 但是我們必須要趕快處理 是因為它常常是一些 Systemic的Life-Threatening的Desease的一個Initial的一個表現 也就是說它眼睛的血管去塞住 它腦Brain啊 或是這個Heart的血管也有可能塞住 所以出現這個狀況的時候 就要趕快幫它做一些survey 那剛剛提到說 它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典型的Cherry Red Spot呢? 就是因為它的這個 因為Central Retinal Artery去塞住了 所以視網膜就變得缺血 然後呢 它就會變得比較白 比較水腫 那但是相對上 它後面的這個Coroid Vascular 就是脈絡膜的血管 那個地方的血管是沒有塞住 所以呢 就呈現出在Marcora的地方 因為周邊變得比較白 可是後面血管還在 所以那個地方就 紅色變得很明顯 就產生這個Cherry Red Spot 那另外呢 就是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因為它就是我們Central Retinal Artery去塞住嘛 所以缺血的時間很重要 跟腦中風啊 心肌梗塞一樣 就是缺血的時間 是它癒後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好那第三題呢 中毒性的視網膜黃斑病變呢 最容易產生波癌 就是牛眼型的黃斑波病變的藥物是什麼 那這題呢 我是看大概就只有出過這麼一次啦 而且這個也不是那麼常見一個題目 所以大家可能就稍微記一下就好 就是這個最常會出現這個波癌的就是這個Cloroquine 就是一種治療瘧疾的一些一個藥物 那它可能就會出現這樣 像牛眼的這種狀況 這個大概就是看看就好 稍微記一下 通常重複出現的機會不是那麼高啦 好那這邊就是說 這個Cloroquine它造成一個Ocula的Taxi effect有哪些呢 包括剛剛看到的這個波癌的Depigmentation 以及Athrophy的情況 還有這個Paracentral scotoma 以及Peripheral visual field effect 好再來第四題呢 這個大概是比較重要的啦 就是說視網膜的裂口性玻璃 它的裂口最常發生在哪一個象限 這個大家也就是記一下 最常發現的就是Temporal upper 跟剛剛那個其實是VRVO是一樣的 就是涅測涅測的上方 這個可以稍微記一下這個圖 把它想成RD就這樣子 就是可以記得 它最常發生的就是Temporal upper這個位置 那大概有60%的這個Retinal break 是發生在這個Temporal upper的位置 然後再來則是Nasal upper Temporal lower 那最少的呢 就是Nasal lower的這個Cordrate 好那第五題呢 一個40歲的男性 那他自覺右眼突然出現這個 這個閃光患事就是Protopsia的症狀 以及Floater 那眼底檢查可以發現 視網膜周邊有一個break 有一個裂口 但是並沒有這個視網膜玻璃的情況 那比較理想的治療方式是什麼 那當然呢 我們如果說出現這個視網膜玻璃的時候 那當然就是要考慮動手術 它才會貼回去嘛 所以說如果有出現RD 當然是要考慮scroll blockhole 或是PPVT那種做法 不過如果它只出現break 那是它沒有玻璃的時候 這時候當然是可以選擇 先用雷射把它圍一圈 把它圍住 讓它不要進一步變成玻璃 然後再定止追蹤就好 那當然腰物治療是一定不可能的啦 所以這題它主要就是要考慮說 而如果retinal break的時候 一開始可以先用雷射治療就好 那再來第六題呢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這個就是考過很多次啦 就是說視網膜玻璃是哪兩層之間的分離 這個就要把它記起來 就是RPE跟這個neuralsensory的那一層 感光視網膜這兩層分離 這個就考過蠻多次的 就是RD是哪兩層 就是RPE跟這個neuralsensory的retina 這個 再來這題呢 它是說哪一個病情跟這個RD 視網膜玻璃沒有關係 這個那我們 當然我們看到這種題目也是 先用考慮用刪去法方式 比較 比較能夠猜出這個正確的答案啦 首先A 病人有高度近似 那我們就想一下 高度近似就是代表說 通常是它的眼軸比較長 那如果說視網膜同樣的厚度 它眼軸拉長的時候 視網膜就會拉的比較薄 當它變得比較薄的時候 它就比較容易破洞 那破洞呢 就可能造成視網膜玻璃 所以A應該是有相關的啦 再來看C 長期高血糖 那我們也知道長期高血糖 就是會產生一些這個糖尿病 視網膜病變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呢 就是會造成就是我們的血管 會缺血缺氧 那就會產生一些新生血管 那產生新生血管 它會出現一些這個 身體會自然的產生一些VGF 它除了產生新生血管 它還會產生一些 Fibrous Membrane 那當我們這個 Retina上面有一些 Fibrous Membrane的時候 它就對我們的視網膜 有一個Traction的力量 那因為這個拉扯 就可能造成視網膜玻璃 所以C當然也是對的啦 那D也是同樣的道理 玻璃皮病變 那我們知道我們的Vitress 在Retina侵面 當我們的這個Vitress 在在年輕的時候 它是比較粘稠的 那是跟這個視網膜黏得比較緊的 但是學了年紀的增加 它會開始異化 然後開始跟這個視網膜開始分離 那分離的時候 當然也是會有一個Traction 拉扯的一個力量 所以當然也可能造成這個視網膜玻璃 所以我們這樣排除了這個ACD 那當然是B比較無關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B是說什麼 它是說高血止症合併高血啊 那這個你也可以想成就是 其他身體其他病變一樣啊 你有高血脂高血壓 當然是會造成一些 Artery啊 或是Vein本身的問題 包括Artery Sclerosis啊 或是Srombosis的問題 所以通常是會 是會影響到這個視網膜血管的問題 通常比較不會造成這個視網膜玻璃嘛 所以當然答案就是B了 那再來第九題 我剛剛也有稍微提到了 它就是說 糖尿病眼底的病變跟視網膜變化 最主要的這個MACD是什麼 那當然就是缺血啦 這也就是大概記一下 好啦 這張呢就是大概看一下 我們的正常血管呢 跟微血管之間 那如果說我們因為高血壓 糖尿病造成血管比較不好 好弱有Srombosis 就Occlusion 那如果說它缺血之後 它可能就會產生一些新生血管啦 那這些新生血管 它的這個血管都是比較不正常的 那沒有Parasite 所以它就是會滲漏出來 造成一些Lakeage啊 Edem啊 或是出血的一些狀況 好那這個當然也是類似的啊 就是說啊 這塊的地方 這塊的Retina缺血的時候呢 它就會產生這些VEGF 那VEGF呢 就會讓我們身體 產生一些新生的血管 想要再去供應這些缺氧的一個地方 但是長出來都是一些不正常的血管啦 所以除了說會產生這些新生血管啦 甚至在視網膜 甚至在這個Iris上面 都可能產生一些那個這個新生血管 不正常的血管 那再進一步 不正常的血管 可能就會Lakeage啊 出血啊 甚至變成VEGF等 好那第十題呢 下列合則為這個 增殖性糖尿病 視網膜病變的主要特徵 那當然看到這四個選項 都會想說 How should they Microneumcision Retinol的Dark Hemorrhage 跟NVD 也都是糖尿病 視網膜病變的一些主要特徵 好那那但是他這題想要考你的 就是說哪一些是增殖性的 那當然看到這四個選項 其實還蠻明顯的啦 就是D 好它是這個新生血管的 新生血管當然就是增殖性 你這個糖尿病 視網膜病變啦 但是你這透過這題 你是可以稍微記一下 前面三個這就是屬於非增殖性 也就是類似 那如果有出現一些新生血管 不管是NVD NVE NVI 等等 這都是屬於這個PDR的一些特徵 那這邊就是列出這個 我剛剛講的這個 Coliberated Diabetic Retinopathy 的一些特徵 包括DISC有NV 有新生血管 那Retinol的其他地方有新生血管 或是IRIS上面有新生血管 甚至呢產生一些Fibrovascular的這個membrane 然後或者是說這些新生血管呢 破掉出血造成VH 或是產生這個Traction的RD 好那這題大概也是只是 大概實際下來啦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EOG 主要是 源自於是我們哪一層構造的電位差 那這個也沒什麼特別解釋啊 它就是RPE的這個電位差 就稍微記一下就可以了 那12題 有一個中年的患者呢 他表示說他最近視力逐漸的減退 然後他在青少年的時候呢 就有一些夜莽的情形 後來檢查發現說他有輕微的白內障 而且呢 Autopy也就是視野做起來呢 有這個環狀的缺損 那他問你說最重要的檢查是什麼 好那這個呢 其實大家也是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呢是眼壓 那我們會想去測眼壓 因為他視力不好 然後又有做視野會想要測眼壓 那當然可能是懷疑他是不是有這個青光眼 不過你可以看一下我們青光眼通常不會說 欸從青少年的時候就有夜莽的這種狀況啦 好 甚至環狀缺損也不是這個青光眼 也有些點擊的症狀 所以我想 欸應該就可以排除掉了 好再來B 眼球的運動 基本上眼睛肌肉的轉動 跟他的視力還有視野的缺損 大概也是沒有相關啦 所以B當然也是不對的 那至於D 視覺肉發波 好那這個通常是用在一些 讓他視力比較差 我們懷疑有一些 甚至Brain Neural上面方面的問題 才會做這個檢查啦 好所以說這個病人 當然最最需要最重要的一個檢查 當然就是眼底的檢查 那其實他剛剛說的這些症狀呢 就是這個夜莽 老師也會環狀缺損 而且從青少年開始就有這些變化 其實就是典型我們所謂的 Retinitis Pigmentosa的一些症狀 就是俗稱的夜莽症 那他通常是一個遺傳性的 Retinal Degregation 他是一個X-linked recessive的一個desease 那他的症狀呢 就是在年輕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這個 Night blindness的一個症狀 然後呢 在青少年的時候 可能就開始在中外側的視野 開始出現一些缺損 那隨著年紀慢慢的增加呢 他可能開始這個夜莽的症狀 越來越明顯 甚至出現 就藍 Blue blindness 就藍光 越來越不明 越來越不敏感 那接下來呢 從中外側的視野 慢慢外側的視野 也就慢慢的不見 好大概到60歲的時候呢 大概他的central vision 就會完全loss 變得完全的失明這樣 那他典型的這個眼底的檢查呢 包括說他的這個視網膜的 vessel 會變得比較狹窄 那另外RP 我們視網膜色素細胞呢 可能會出現一些 depigmentation的一些症狀 那另外就是在intra-retinal的地方呢 會出現像骨症狀 bone spicule的這個pigmentation 然後rpdix 我們的四神經盤的地方呢 會變得比較白 然後呢 甚至在vitress裡面 會有一些cell 那大概這一張就是這個典型的RP 的一個表現 就是會有一些depigmentation症狀 然後這些黑黑的呢 就是所謂的骨症狀的一些 骨症狀的一些表現 好如果看到這個圖 就是典型的一個這個 R-retinitis treatment posa的一個 的這個眼底的表現 好那第十三題 病人稱說眼睛有看到黑影 或是飛舞人 就是floater的時候 你認為應該在下診斷前 應該做哪一方面的眼科檢查 那其實這一題 這一題其實還蠻簡單 他就是要考你說 我們看到floater 我們會想到什麼 那當然看到floater 有可能是單純的退化啦 他的vitress有一些退化 但是我們最需要擔心 當然就是視網膜有一些破洞 甚至是視網膜剝離 所以當然要做的就是 扇瞳的視網膜檢查啦 好那其他當然都不太對 不過這個b這個答案是 有一點點磨的兩可啦 因為其實病人來 你當然也是要幫他做 先用c-lamp檢查啦 好所以但是你想一下他想要考的 當然就是想要考你視網膜 所以還是選a 那floater呢 就是出現一些黑色啊 白色的一些黑影飄來飄去 那大部分的眼睛呢 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floater存在 那通常都是因為跟年紀慢慢增加有關係 那我們的vitress 會從本來比較稠狀 慢慢變得比較異化 那異化呢 就會出現這種floater的狀況 那但是呢 當我們的眼睛突然出現一個突然floater變多 黑影越來越多 如果合併一些這個有閃電的狀況 flesh of light 或是說視力變得越來越不好 或是說哪一邊的視野突然暗掉這些狀況呢 我們都要懷疑說 欸是不是出現一個這個retinal的break 或是甚至出現RD的情況 這時候就必須要立即的幫他散重做一個眼裡的檢查 好那14題 今年50歲的這個長期糖尿病的患者 那主宿劇烈咳嗽後兩眼前有黑影出現 那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是什麼 好 那這個他想要考的就是說 欸floater除了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是我們玻璃 還有什麼狀況可能出現floater 那剛剛有講到說 欸玻璃體異化也可能會出現這些floater 不過玻璃體異化通常是跟年紀有關係 慢慢的隨著年紀增長慢慢的退化 所以應該不會是突然間齁 在一個劇烈咳嗽後就突然出現 所以當然A是不對的 那B水晶體混濁 那所謂的水晶體混濁 就是這個白內障的狀況嘛 那白內障當然 他就是整個視力變得比較模糊 但並不會說出現黑影啊或什麼狀況 所以B也是錯的 那C呢 四網膜玻璃 那當然四網膜玻璃這個是有可能啊 但是但是就是說 因為他這題啊 他是想要考的是說 因為他劇烈咳嗽 是一個突然間發生的 那四網膜玻璃通常是先破洞 然後呢我們這個vitris 或是一些水慢慢灌進去才慢慢剝離 所以通常症狀是會慢慢慢慢的發生 當然也有可能很快啦 不過他想要考的是這個糖尿病的患者 那當然血管比較不好 可能會出血啦 然後用力咳嗽又突然間出現 所以當然最有可能答案還是要選這個啦 Retinal Heming 就是他的血管本來就不好 他要劇烈咳嗽 那可能血管就已經滲漏出現這些黑影 好那十五題呢 下列核者部位的視網膜跟玻璃體之間的沾黏最緊密 那這個當然也是只能記起來啦 就是我們vitris跟Retina黏得最緊的地方 就是vitris based的這個部分 那這邊提到一個比較常見的一些症狀 就是posterior vitris detachment 也就是俗稱的PVD 那這個剛剛也稍微講過 就是說我們隨著年紀的增加 我們的vitris呢 會慢慢的shrinking 然後慢慢的異化 那他異化的時候呢 他慢慢就 他在年輕的時候 跟我們這個視網膜黏得很緊 黏得最緊的地方就是vitris的base 好那再來就是我們optic disc的地方 那隨著年紀的增加 他開始慢慢的異化 他就會跟我們的視網膜越分越開 然後就會出現這個PVD的一個症狀 那再來十六題 下列合者不是這個視網膜黃斑部中央小奧 Poviola的這個結構特徵 那這題呢可能也是稍微要記一下 他就是想要考你這個Memphobia之間 跟其他的這個Retina有什麼不一樣 那其實我們的ACD都是對的啦 就是我們的Poviola這個地方 完全沒有感狀細胞 只有Cone就是追狀細胞 再來就是Poviola呢 是我們視網膜最薄的地方 而且完全沒有血管的分布 那B為什麼錯呢 因為他說這個地方只有Ganglin cell 跟這個Cone 這當然是錯的啦 他是算是最薄 而且只有Cone是沒錯 但是呢他還是有其他一些 其他層還是有啦 乖乖像RPE啊那些都還是有 所以Poviola是錯的 所以Poviola這個地方大概要記得 也就是說它是我們這個整個Retina最薄的一個地方 有一個就是整個視網膜中間凹陷的一個地方 那他大概呢這個地方呢只有Cone沒有Rot 只有追狀細胞沒有感狀細胞 而且這個地方是沒有血管的分布的 再來17題 如眼底的視網膜照片所示 此位患者最有可能診斷是什麼 那這一題 這張照片稍微沒有那麼清楚啦 好啊其實他這個就是一個典型的 這個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一些表現 可能會出現這些 HRD啊 那個Retinal的Hemorrhage Dahemorrhage 以及一些像是AMURN的表現 這個大家就稍微要記一下 是這個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一些表現 這張照片呢 這是CRBO的表現 他放這個是主要是 剛剛這題裡面有寫到 這個CRBO的表現 剛剛這個CRBO大家有看過嗎 就是會有這個Cherry Red Spot 那CRBO呢 就是Central Retinal Van的Occlusion 然後所以當然所有的這個VASO都擴張啦 可以看起來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那我們的這個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呢 典型的一些特徵呢 包括有一些Micro Amnesium啊 Retinal的Hemorrhage 或者是說這個HRD大概是像這樣子 Macro Edema 即一下是一些Carton War Spa啦 Irma啦 以及BD的這個Vain啊 以及這個一些不正常的一些新增血管等等 好那SPA底 乘上題這個患者最適當的處置是什麼 好那這題題目其實出的不是很好啦 剛剛那一題就是一個糖尿病 是我們病變 那當然糖尿病是我們病變 我們當然需要積極的控制血糖跟眼科門診追蹤 這題是對的啦 這個選項當然是對的 那至於PRP這個選項其實也是對的啦 因為如果說他慢慢進展到這個呃 增殖性的糖尿病是我們病變的時候 我們懷疑他快要變成增殖性的糖尿病是我們病變 這時候就當然要趕快幫他做蕾蛇 讓他缺氧的情形不要那麼嚴重 不然他新增血管越來越多 可能最後就出血啦 嚴重了一地嘛等等 設計越來越差 所以其實這題出的並沒有很好 B跟C其實都是對的啦 好再來19題 現在有關這個Background Diabetes Retimorphosis 的敘述何的錯誤呢 那其實這個也是考你這個 Background Diabetes Retinopathy 跟這個Polypirated Diabetes Retinopathy 有什麼不同啦 那其實這個ABC呢 剛剛大概也有提過 它是一個Intra-Retinal的一些表現 那它可能會出現一些 Micro-Annulism 然後High A9點等等 這些都是這個 Background Diabetes Retinopathy 的一些表現 那但是如果他還是在處於 這個Background Diabetes Retinopathy 的時候呢 這時候其實可以先觀察啦 如果他把血糖控制好 然後不要積極的變惡化 其實並不急的做這個雷射的治療 因為雷射其實就是 對我們Retina一個破壞 所以如果我們這麼早就是幫 他做雷射的話 其實他的很快的就是 把他的視野變得差了 然後視力變得差了 但是如果說他能夠控制好 不要繼續長那麼快 通常我們是會緩一緩 所以第一是錯的 那再來二十體 Vitratomy呢 後眼部的玻璃體缺除素 一般是由哪裡進入眼內 那其實就是從這個Pars Plana的地方 所以我們素式都會寫PBDT的 PP就是指這個Pars Plana 那為什麼從這個地方呢? 其實我們的UVIA呢 可以分成這個Anterior跟Posterior 那Anterior呢? 就是Iris跟Ciliary Body的地方 那Posterior則是Coroid的地方 那Pars Plana呢? 其實就是介於這兩個中間 大概它也是算是Ciliary Body的一部分 大概4mm長 大概是這個位置的地方 那這個位置呢? 它是靠近這個Iris跟這個Skera Touch的一個位置 這個地方沒有這個Retina 你看這個地方是沒有黃色的這個視網磨層 而且這個地方也沒有Blood Vessel 比較不會出血 所以我們通常如果要做這個後防的手術的時候 我們都會從這個地方進去 主要就是這個地方不會上到視網磨 而且這個地方也沒有血管 比較不容易出血 那21題 下面哪一個不是門診警察視網磨的主要方式? 那這題我想也蠻簡單的啦 檢查視網磨當然就是 現在眼底鏡 Indirect Ophthalmoscopy 或者是直接眼底鏡 或者是說用這個C Lamp 然後配合一些比如說90D的一個Lens 直接看到眼底 那Retinoscopy那當然不是啦 這個視網磨鏡檢是 你在整間看到那個頭比較大的那一種 那主要是可以量一些區光度啦 那這個當然比較複雜 其實也不用太去了解啦 這題只是要考你說 視網磨檢查是要用哪一種? 當然就是Indirect Direct 跟用Sleet Lamp配合一些Lens去做檢查 那22題 下列核種周邊視網磨變性 與視網磨玻璃的關係最密切 這個可能也是要稍微記一下 也有考過幾次啦 其實最關係最密切的 就是這個Lattice的Degeneration 是一種格子狀的變性 那可以看一下ACD這三個選項啦 A跟D Cystoid Degeneration 跟Pavistone Degeneration 可以稍微記一下這兩個 也是雖然說也是我們 是網磨的一種Degeneration 但是目前都被認為說 它是一個比較良性的一個變性 比較不容易造成這個是網磨玻璃 那Atrophic Retinal Hall 當然也會造成是網磨玻璃啦 不過它是要問說關係最密切 最常造成的 那當然還是選這個Lattice的Degeneration 那Lattice Degeneration就是像這樣格子狀 這個是已經變得破洞了 那如果說是典型的Lattice 大概就是像這個樣子 那如果說進展到有破洞啦 這種U-Shape等等 這是一些常見的一些Lattice Degeneration的表現 那剛剛有講到Systoid Degeneration 跟Pavistone Degeneration 目前都認為是一個這個 比較Benied的一種Legion 好 那在23題 下列有關這個PDR的敘述 增殖性糖尿病病變的敘述核的錯誤 那我們可以先看一下B 它是這個室網膜新生血管 是它的一個特徵 那這個剛剛也講過很多次 考過很多次啦 所以PDR的特徵 就是有這個新生血管是對的 那新生血管的血管不正常 就可能造成Liquage 甚至造成初血 所以會造成VH 這個也是對的 那會造成Rubstressional RD 剛剛也有講過啦 如果說它缺血 然後產生VHF 造成一些Fibrous Membrane的增生 那造成室網膜的一個拉扯力量 就造成吹血RD 所以這個當然也是對的 那A這是錯的啦 它說 增殖性室網膜裡面 主要分布發生於這個室網膜下降 這當然是錯的啦 它主要發生在intra-retina的地方 就是直接室網膜的一些變化 好 那第10題 下代何者與這個PVD Posterior Vitress Detachment 比較沒有關係 那這個剛剛PVD有講到啦 它就是我們的VHF慢慢變得異 所以年紀增加慢慢異化 然後跟我們的Retina慢慢分開 所以說它慢慢分開的時候 有一個拉扯力量 當然有可能會引發熱口性的室網膜玻璃 那當然它去這個拉扯力量 也可能造成一個Retina的Tale 那如果拉扯到血管 當然可能出血造成VH 那所以B是錯的啦 它LATIS是它本來就是LATIS 跟這個Posterior Vitress Detachment 是沒有關係的 那在這題 下列何者不是造成這個 Traction RD的主要原因 那這個大概也蠻明顯的啦 這個PDR當然是啊 那Sickle Cell你可能不是很清楚 先跳過 那早產的室網膜病變呢 ROP呢它其實也是我們室網膜不成熟 然後缺氧缺血造成 那當然也是跟糖尿病類似 它可能會產生一些Fibrous Membrane 造成Traction RD 所以C也是對的 那D剛剛也講過很多次了 LATIS就是跟這個 那個裂孔性的室網膜玻璃比較有關 因為那個地方退化 然後一破洞就變成室網膜玻璃 那針對糖尿病患者 如果積極控制血糖 哪一個是錯的 那其實這題也蠻明顯的啦 就是說BCD都是對的 你如果積極控制血糖 當然可以這個減緩PDR的惡化 那另外呢 也可以減少這個PDR的形成 那也可以減 因為如果形成PDR 快要形成PDR 或是已經形成PDR 可能就要做這個PRD雷射治療 所以當然你如果控制好血糖 也可以減少要做雷射的一個需求 那A當然是錯的啦 你說血糖控制好 就一定不會糖尿病爽膜病驗嗎 這當然是不對的啦 當然是控制越好機率越低 但是你就算控制得很好 就不會發生嘛 這也是很難講 還是會啦 好 好